關主你好 你好 先把個人同軍背景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桃園新宿海同軍團 在桃園的那個 同軍團編號是210 那講一下這一關的一個設計吧 主題是在講捷徑能源 我們的關卡有兩道分站 第一道是先介紹波浪發電原理 再來這邊就是風力發電機 請他們組裝一個風力發電機的模型 所以一般他們操作時間要多長 前面的波浪發電原理 大概會在30分鐘以內 這一邊大概要到40到50分鐘來組裝 所以這一站就是為了讓他了解 未來的捷徑能源的一些新發展就對了 包括波浪是最新的嗎 大概引導讓他們認知說 未來的捷徑能源發展的方向跟可行性 我們這一關就是介紹波浪發電機 我們這個模型是在模仿波浪發電機 空氣壓力的原理 假設這個空氣艙底下的水是波浪 我們把空氣艙往下壓的瞬間 這裡面的空間會減少 氣體會產生壓力 它就會往外衝 往上衝 對 我們利用這個往上衝的氣體 我們這邊出口裝一個發電機 然後就利用這個氣體讓它循環運作 持續產生旋轉之後 慢慢的它就會產生電力 就可以輸出電力這樣子 發出電燃 那現在還沒有大量運用的原因是什麼 目前都還在實驗階段 沒有大量運用的原因 主要是說一些能量密度 還有成本的問題 還有它傳輸的問題 如果成本高過於發電成本的話 就沒有辦法普及就對了 對 但是技術已經做到了 目前技術有 已經有些國家有在商轉 有很多種形式 他們有些已經在商轉 試試看這樣子 大家好像講台灣四面環海 很適合這樣的波浪發電 對 台灣其實還蠻有潛力的 蠻有潛力開發這種能源 那等待那個技術成本 再降低一點 對